大家好,我是Guru Tsai 我是Villiam 我今天想拍一些Dirty Boxing的教育片 Dirty Boxing也有很多人有興趣 所以我也試著拍一些網上的教育片 看看多不多人看,試試有反應 Dirty Boxing的範疇也挺大的 其實是非常分武術的徒手 但是太多的歷史背景 我留在文字上說 如果是影片,我就不浪費那麼多時間 就盡快開始訓練 我今天就介紹一些基本的手法 其實你無論是打Boxing或是泰拳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會刺 但是他只是多了很多陰拾 但就算你玩中文功夫 或者你玩泰拳道 其實可以加進去 所以Dirty Boxing其實算是一個補級 每個武術都可以加進去 所以都挺好的 我現在示範一些常見的動作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也要講說 Dirty Boxing其實是有個問題的 傳統的Dirty Boxing 你會見到出現很多奇怪的動作 或者你覺得好像很不實用的動作 例如這樣 這些動作你會見到 他定在這裡做一下 但我已經做了幾下動作 來一次吧 是打關節的 看著你來 如果他做得快一點就要收拳 我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所以Dirty Boxing 傳統的Dirty Boxing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我的Dirty Boxing是改良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有什麼分別 基本上我已經進去了 你收拳 再收快點 我不用管他做什麼都好 就算他收拳做擋也好 其實他的步法已經進去旁邊 我會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是要有些改良的 現在你看到那些這樣出拳 這些都是不實際的 但有時候不實際都會有用的 就是讓你明白到 拆開的時候 這些東西其實是組合在一起的 某些時間 你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你只是用中間的拳 可能是 所以其實有時候 不是說花巧 是完全沒有用的 是有些用的 我現在示範一些 基本的Dirty Boxing的拳 先 我慢一點 拍 或者另外一邊 可以 一樣的 動作呢 就是這樣的 拍和Boxing的Perry一樣 但有時候的問題 其實你的頭 Head Movement是最重要的 拍完不僅定在那裡 如果拍完僅定在那裡 他中了我 或者我不夠快 或者他很大力 我都會懶惰 所以 重點是 他人要動 一定要的 這樣 你加上整個動作的照片 就會是這樣 或者你側邊做的時候 其實有些像 人家突然塞黑噴的時候 如果人家突然塞黑噴的時候 其實一樣 其實你不用理他做什麼 你只是打開手 抵高 其實就是這個動作 一樣的 一模一樣 不用理他 那你已經遮住他的眼 其實是擦眼的 這個動作 我們試試側邊 好 好了 我們慢一點 頭動 好像抹槍一樣 上去到他的眼 那裡 滑過 但練習的時候 我們可以觸摸頭 就可以了 好 另一邊 對 來一招 這個是走外側的 內側又怎麼做呢 例如你這邊 這裡是一樣的 一樣的 看到嗎 來一招 一樣的 那這邊也可以來的 一樣的 可以合起來做的 看著吧 對 或者我 或者我 放外側 內側 一樣可以的 所以這招 其實都挺好用的 等於 你 這裡 這裡 其實兩個動作 就已經可以 打完四面了 就是說 兩邊的外面 和兩邊的入面 都是兩個動作 可以包括了 那這個呢 就是對手 Bossing 一招很基本的招 無論你是Bossing底 泳衝底 或者是跆拳道底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因為呢 這個動作呢 是可以加入它的步伐裡面 所以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怎麼用都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Bossing底 所以譬如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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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突然這一下加的 當然 插眼 不是東西都做 你東西都做 人家知道的 你不可能整個程 都在對著人家的眼睛 不可能 這個只是你玩 打的時候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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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去一下一下 你就可以做其他東西 打完 如果你是玩泳吹 玩其他東西的 你便做這些 沒問題的 或者你做其他東西就可以 無所謂的 任何組合都可以的 EBossing 做一個漂亮的地方 就是藝術的部分 其實藝術得來 都挺好玩的 就是它可以有一個連接 所以 其實是沒有譜的 你見到 每次打多些方程的東西 都可以不同的 譬如 這樣 這個 其實 這裡 如果手還在這裏 我可以逐著它 鎖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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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多些方程是可以組合的 譬如 譬如 然後 我這裏 其實可以直接 拔頭 轉到地 也可以 或者 如果我走下去 鎖 sorry 這個 可以多說一些 剛剛我講了四個方向 另一件事就是 可以在中間入 中間入就是 在這裏 在這裏 一樣的 這邊 鎖這裏 穿中間入 譬如 我鎖住一些東西 來使用的時候 就算它修拳也不要緊 我的動作是這樣的 它修拳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打開了它的腰 看到嗎 再一次 這個動作很快 它修不到拳 因為我的手已經勾著它 它看不到這拳來的 這就是拼盲的用途 拼盲的用途 拼盲的用途 有什麽用途呢 譬如 就算它 因為你一拿到眼 基本上你做什麽都可以 還有可以 譬如 我拼盲 之後 我拿完它的眼 其實 它正常 它一旦就這樣 一旦就退後 這些完全沒有問題 對它來說 我埋不到它 我就再下一次攻勢 但如果我一吃到它 我就馬上一連處去攻擊 這就是Blocking最基本的一個 這樣的動作 Perry和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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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簡單的 好了 我們剛才的就是這個練習 我們現在可以試一下 拍完 上 記住的重點 你的肩膀要提高 因為它是一個護 一個保護 好像打Bossing在這個裝 其實是一個保護 那這邊一樣 一定要Chin down 拍完這裏 手不用收太低都可以 不用收太低的 不用收太低的 我們都會做Shadowboxing的時候 都可以加上去 譬如你自己練習Shadowboxing的時候 可以加一些動作極 可以自己隨意加 我現在教一個 我教一個剛才複雜一點的組合 譬如他出Jack 的時候 他再來那邊 這個手橫過的時候 是他的眼睛橫過的 來一次 來一次 我整個動作做 先 這裡 看到 這裡呢 可以拋斷它 或者你可以到這裡 來一次 你可以帶它過來 帶它去你的頸部位 你把手捏住 或是接著打就行 可以 站在這裡 慢一點 這裡 這裡呢 一穿下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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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穿下去 算了 好 好 好了 現在再慢一點 這裡夠 這裡 一穿過來 好了 我們現在試試看 太容易走動作 這就是剛才第二個 這個呢 就是這樣的 拍完 入中間的時候 入中間的時候 你的手呢 就可以捲到這裡 扶著 我們可以自己捲一下 看看 這裡 中間的時候 捲著 摸著 這裡 打 好了 你需要收快一點 它收得快一點 它收不到 因為我已經摸著它了 來一次 看到嗎 來一次 這裡碰完再摸著 這裡 這就是摺膊的動作 再慢一點 做一次 扶著 這裡不用收 所以 直接入 雙眼 扶著 這裡 好 好 好了 我們平時呢 如果你有一個 單人的時候呢 當然你就可以做 Shadow Boxing 自己在家裡練 可以自己優筆練 可以自己優筆練 但是呢 雙人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是一個 叫做輕觸式的對練 就是類似這樣 譬如你出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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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 好 好 可以做一些輕觸式的對練 好 剛才呢 就講到一些 Bossing裡面 剛才就講到一些 Bossing裡面 一些插眼的動作 插眼呢 在很多Bossing的動作裡面 我們都有運用過 譬如 我們外側的時候 譬如內側這樣算 外側那邊 OK 這個位置全部可以同時擋同時擦眼 譬如這邊來 一樣 看到嗎 譬如 我們來一次 內側就是這個 我們示範一下 一樣是擋插的 或者這裡 擋插 好 那外側又怎麼做呢 譬如你離開的時候 其實呢 剛才我們就做這個 其實一隻手過就可以的 如果線對的時候 走側的時候 你可以一隻手過 其實可以一隻手進去的 這邊一樣 好 好 我們試試這四個動作 1 2 好 1 2 就是這個 1 2 1 2 這也是一個很基本的解釋 插眼的動作 其實插眼呢 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亂插 它穿下一點點 你插到它的球 可能你傷過它 所以插眼其實是一樣東西 而且插眼我們講求的就是 偷襲 或者不要被人看到 其實呢 通常呢 我推薦 大家一起去 咬喬 一定是這個 叫做 stopping position 我們叫做 手放在這裡 就不是這樣的 因為呢 你這樣呢 就好像撩膠打 但你這樣呢 就不是了 你這樣就好像 你是不想打的 所以呢 這個位置呢 應該馬上來的 那當然啦 這是對著一些沒有經驗的人 就可以這樣做 我們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糟糕了 但是如果有經驗 他真的出拳 或者怎樣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怎樣拆眼呢 插眼呢 其實呢 最好呢 就不要直線它 其實剛才的動作呢 就不是這樣去 如果這樣去呢 其實他那邊看到 可以擋到 或者可以低頭 那我就糟糕了 譬如我們做這邊 譬如我這邊來呢 他撩下頭我就糟糕了 或者他的手可以捉住我的 有機會 我一拍到的時候就捉住我的 那我覺得是 總之很容易就可以避到 我的perry開 所以呢 有個問題就是 其實呢 插眼呢 最好在下面上 你看著 我們試另一邊看 他這樣看 已經難看很多了 其實這隻手呢 我們這邊來 其實在下面這裡 首先原則就是 頭被避開了 你手避開了 在這裏上 在這裏上 那他撩下頭呢 你對不中呢 傷害都沒有那麼大 你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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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裏上去呢 你已經死定了 所以呢 記得慢一點點 在這裏上 你看著 你看著 你死定了 拍完之後呢 在這裏 那就可以了 不用這樣了 插眼呢 還要承認的 不用太大力的 這樣已經可以影響到他的視線了 還有 有個問題是 插眼呢 就不要這樣插 除非你練到你的手指很厲害 要不然呢 我建議是這樣插 手曲一點點 這樣插 總之呢 你自己用沙袋或沙包試一下 你插上去 你不會覺得弄傷自己的手指 才起碼 這樣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這樣 你會死定了 所以呢 這樣曲曲一點 這樣插就行了 這個動作呢 我們 除了用來插眼出去 其實還有其他位置可以插的 就是這個位置對上 全部都可以插的 即是譬如我 啪 其實呢 我們出那邊平時 可以隨下手 因為為示範動作 平時就不會的 一個技巧就是 不是Jap這樣直去 是下面上偷襲的 譬如這樣 因為你這樣直上 他會看到的 所以永遠都是 下面想上這裏 斜上去 這樣他就難看了 還有Dude Boxing 有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可以接駁的 就是譬如 你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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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它是可以由一個插眼 即是接駁去這個 可以去 這個爪 橫爪 45度都可以的 那你笑嗎 這裏 這裏 亦都可以再轉一個 腩的動作 Dude Boxing 這些是稍微進階少少的動作 我們在下一段影片 可以再詳細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 那 街頭上的應用 都是 就是 你一個停止姿勢 即是我們這樣擺出來的手 就不是這樣的動作 人家知道你打了有防備 你插不到眼 所以你本來都是這樣的 是突然偷襲的 就是人家想出拳打你也好 都是這樣偷襲 都是擋完插的 很簡單 我現在試四組 這段影片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玩一下 都是外內的 在外面可以做一些 封住它 在這邊好嗎 這邊 在那邊 這兩組 這兩組是外的 我們慢一點 來吧 內是怎樣的呢 這兩組 四組 大家可以慢慢回去試試 我們一次慢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四個 對了 記得 你的手 是偷襲上去 不是直線 好 我現在拍幾個 那些 演奏的演奏 好了 上 就是 比賽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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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有 legging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